手肘碰手肘 展现友好关系 法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格力欧 率领跨党派议员来台 这也是近一年来 法国第三度派员来台湾访问 展现出台法双方密切的交流 法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格力欧 曾多次在国际议题上为台发声 更创下法国参议院通过友台决议案的首例 本人更于2018年后第二度到访 立法院长游锡坤与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接见时也表达感谢之意 给了副主席以及贵团国会议员 多次在国会或是联署或是执行 或是在提案 在各个领域 有对台湾许多方面来表示重视 肯定为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来发生 这样的举动让台湾更在世界受到重视 受到贵国这样子的进一步促进 贵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表示特别的肯定和感谢 展现台发之间深厚友谊 本次参访也将针对经济产业 以及国际安全等多个面向进行意见交换 期望为双方奠定更深远的合作基础 人间卫视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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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